随着中国歼20的列装以及美国F-35逐渐在中国周围的扩散,东亚地区的军舍力量逐渐进入了大隐身时代,空中力量更是隐身化的重中之重。 从作战应用中,第四代雷达主要的目标,就是各类隐身目标。 由于各种类型的雷达性能各有侧重,所针对的波段和频率不同,因此擅长发泄的目标也有很大区别。 如何整合连结,构造一个大型而延密的超级白隐身雷达网络,是中国急需研究的课题。 白隐身雷达网络的核心莫获于高性能米波雷达了。 米波雷达对飞行目标的侦测有着先天优势,无论是哪一种隐形战机,它们的外形结构,隐身涂层,以及其他各种隐身措施,都是为了应对常见的离米波雷达和好米波雷达。 针对米波雷达的隐身也毫无意义,就米波雷达的波长所对应的吸波材料,厚度也是米级别的,能够起作用的涂层重量,已经足以让大型轰炸机飞不起来了。 中国最新研发的先进米波段雷达,主要是依靠电磁协阵效应,来实现目标回波信号的加强,使得回波信号加强10到100倍,将隐身战机在扫描显示屏中无所断形。 飞机的隐身措施只能有效对抗短波雷达,当雷达波长达到长波等级,达到数米级别时,预备照射目标特征尺寸相近,能量会产生叠加。 在目标反射波,欲爬轻波之间,产生斜阵现象,会造成强烈的信号特征。 在作战中,米波雷达就应用了这种特性,它的长波辐射呢,在飞机不规则的结构上引起斜阵。 相比离米波雷达的照射下,米波雷达照射下的飞机不平滑部位相对波长来说协助增多,而任何不平滑部位都会产生脚弹射,并导致反射信号增大。 以目前的航空技术来看,战机的气动外形,不会有颠覆式的改变。 米波雷达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依靠铁针效应,发现隐身战机的踪迹。 当然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米波雷达虽然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,就探测到隐身战机。 但是所有的米波雷达都用展光眼,引导京都基本上以白米或者更多位单位,确定一个大致的目标范围。 这样的京都根本没法引导导弹,进行防空作战,只能引导战斗机去这个大致的范围拦截对方飞机。 一旦与对方飞机形成空战,之前的探测结果并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,仍然很有可能会产生战机的飞行员的损失。 由于防空雷达和普通的预警机身在隐身战机飞行高度的下方,隐身战机在设计时针对性的着重于下机身和前机身的隐身设计。 对于其他角度尤其是机身背部的设计不太重视,唯一进行全向隐身设计的战机是洛逊的YF-23。 隐身性能不佳,这就给了对抗隐身战机,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。 而中国近年来研发的新型高空长航时,战略预警机,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,弥补了高空反隐身的空缺。 近期不断推进试飞的神雕无人机,已经成功进行过25000米高度的试飞。 这一高度已经超过了F-35的实用声线,将近7000米F-35的实用声线在128000米左右,再加上空空导弹的攀升能力又甜。 这也就意味着,即使F-35向上发射空空导弹,也不可能攻击到处于上空的神雕无人机,无法摆脱被弹向侦测的状态。 可以看出,中国新一代雷达探测网络,将以大型米波雷达为核心,同时结合前沿阵地和空中极多力量进行作战。 正当大家把注意力放在隐身与白隐身,战机与雷达这对速敌上时, 中国的科研人员早已将目光放到了遥远的未来,利用新的物理原理,能够研发出颠覆式的新概念雷达,跳出传统雷达的思维禁锢。 在这之中,最闪亮的莫过于量子雷达了,目前中国已经有多个院所,展开了量子雷达技术的攻关。 量子雷达的探测媒介是光子,它的探测引生物体的方式方法,与无线电探测物体的方式十分相似, 即同样依靠发射某种媒介,之后再采集反射回的媒介进行判断。 不过,无线电探测主要是依靠电磁波来探测目标,也就是通过目标的回波来发现物体是否存在。 但是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受到削弱,减少了侦测的成功率,而量子雷达主要是基于光子,而光子先天性的具有量子的特性。 当量子雷达在进行物体探测过程中,引生物体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这些光子的量子特性,从而显示出经过加密的光子受到干扰痕迹,从而暴露了引生物体自身的活动情况。 引生物体的各项参数都尽在掌握,另一种新概念雷达是微波光子雷达,它融合了光的宽带核电的灵活性优势,以光子形式实现大贷款微波信号的产生和接收,可广泛用于民用的各类感知系统,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。 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在较近距离大大提升目标细节的探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